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博弈持续了这么久,特朗普也是无心在耗下去,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的一名高官也放出话来, 美国已经做好了针对伊朗的军事准备,最早将会在本年8月份发起对伊朗的攻势,而这一战争似乎并不是毫无征兆,在7月22日的时候,两国领导人就已经骂得不可开交,特朗普受限在社交媒体上喊话伊朗总统表示不要挑衅美国,否则伊朗会遭受梦,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段话,全都是用大切加粗字提写的。 而伊朗方面也不甘示弱,立刻回击到不要轻易触碰伊朗这头雄狮的尾巴,美国应该知道伊朗的特殊性,并且还说与伊朗的战争,是一切战争之母,这句话疑似影射美伊战争极有可能挑起又一次的中东战争, 而美国长期的高强度的经济制裁也使得伊朗经济受到极大损失,而经济实力又是战争所必须的,可以说一旦战争爆发,伊朗获胜的可能性极低,而且美国的中东小弟以色列,必定不会袖手旁观,肯定借助着这个机会,狠狠地打击一下自己的天敌伊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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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